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要特别把一个短短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 在复活节里面有很多场面是耶稣复活出现的 这些场面都带来门徒们的惊喜 然后重新活过来 重新得力量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复活的力量 有没有想到几个图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那一个在耶稣受定的时候 门徒都跑开了 他们害怕躲起来 或是你能想到那个彼得 在人家烤火的时候 他下去竟然在那里火认 我不认识这个耶稣 但是同样这个人 为什么在遇见复活的主以后呢 主交代他们等候祷告圣灵的能力 竟然变成一个可以像几千人讲道 传扬耶稣基督是主 是复活的主 竟然有三千人悔改信主 两个图能够比较吗 一个软弱害怕萎缩 他说火认耶稣的人竟然能够得到这个力量 这个叫做主复活的力量 你渴望这种力量重新临到你吗 也许你做了基督徒有一阵的时间了 也许在这么多的环境困难之下 你的那种基督徒生命的力量也萎缩了 也软弱下来了 也灰心了 但是今天复活节告诉我们什么 从复活的主 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力量 复活的主 可以给我们新的一个力量 是一个全然新的生命 想想看 这个复活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呢 耶稣是用什么方法 使他能够打破死亡 从此复活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生命 因为他本身就能够打破这个死的局限 因为他是真神 所以复活的力量 耶稣不是主富有来让我们显现说 你看我是神 不是这样而已 他是从死里复活 要把那复活的力量跟生命 带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耶稣所得的力量是怎么得来的呢 到底复活的主 到底复活的主 今天能向我们说什么吗 想想看耶稣 他是怎么样来彰显他这个复活的生命呢 他降服于当时的权柄的权势之下 他降服来造神的主义死在释迦上 但是他不是用世界的权柄来抗衡 来对抗今天的世界 也是一样这样的世界 全世大的人就好像有力量来扼杀那个比较弱的人 但是主耶稣既然是生命的主 他告诉我们 放下跟牺牲 才是得复活力量的一个秘诀 放下跟牺牲 不是只有靠权势跟权柄来扼杀这个真理跟公义 今天主耶稣已经复活 向我们说 不害怕这世界 虽然看起来好像周围没有公义没有公理 但是主耶稣不害怕 遇到需要牺牲的时候 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 来向这个世界表达 我们是有力量的 我们是有生命的 第二 世界的人 对于未来有盼望吗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未来是未知的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未来是有盼望的 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从浮沫出来 最大的敌人 就是这一个魔鬼要扼杀人的生命 从上帝的怀中把他抢走 但是耶稣以自己的生命来数回 把我们数回过来 也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互活的里面 是有希望的 所以互活就带给我们什么 我们不怕受苦 也不怕牺牲 我们有盼望 因为不是靠权力 才有盼望 是靠上帝已经成就的事 来向我们证明说 我们是有盼望的 基督的生命永远是得胜的生命 上帝在这个人间所做的方法 我们也照这样来走 不害怕 无论环境如何困扰 神总是带出一个曙光 一个亮光 一个盼望的光下来 让你知道说 我在这里 我已经复活了 不要害怕 我在这里 复活这一股大的力量 是超乎人能够想象的 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甚至一个随属的人 也有盼望 因为有永生 一个环境恶劣的人 仍有盼望 因为上帝陪他走过 最困难的时候 神是超越空间的 超越时空的 超越一切的困难的 我们什么时候 都可以来向他诛取这个力量 复活的力量 在我的生命里面 耶稣基督已经冲破了 这个墳墓的大石头 挪开了 他已经护活从墳墓里出来 今天活在我们当中 向我们显现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肯定说 我是活的主 依靠我 不要惧怕 在我里面有胜过一切的力量 基督耶稣走的道路 我们也要这样走下去 在他里面有 互活的力量 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 主活着陪我们走 每天更多思想 这个互活的主 现在向我说什么 他可能 带着我的手 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可能开我的眼睛 看到前面的眼方 神为我预备的是何等的盼望 他可能给我们力量来承担 我们以为承担不起的 互活的力量 是超越时空 超越困难 超越一切的阻碍 连死都要超越 感谢主 互活不是一个纪念的故事 互活是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已经是活了 他从实力复活 今天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靠着他 重新得力 软弱吗 他给你力量 灰心吗 他扶你起来 他让你看见 盼望就在前头 愿主祝福你 使你今天 在遇到复活的主耶稣 从他重新得力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人当中 实在有许多的 让我们 有时候走不下去 好像一片的黑暗 前途茫茫 但是当我们 迎接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 我们看到的 就是复活的主 已经冲破死亡 冲破一切的困难 虽然他在十字架上 显示好像他是一个弱者 但是神啊 你的道路 十字架是得胜的记号 不是一个弱者 是一个得胜人走的记号 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今天领受了 这个复活的力量 我们的眼睛 定睛在复活的主 陪我们走一生的道路 带我们冲过黑暗 风浪 有你的同在 主啊 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经验 你就在我们身边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祝奴旨的壞 Grazie 感谢观看